曾經在昨天的說法 主席院長 在座各位來賓先敬大家好 我想時間很有限 我希望盡量在十分鐘左右 把我這次對這次的會議的觀察 做一些簡單的分享 因為前面其實 最好是請你針對這個氣候 這次協商的結果 而且各位很多看到媒體 大家很多成了整理 那我想主要從這邊後續的觀察 以及我們怎麼來看這個議題 那我想這次其實我大概簡單從這幾個面向 大概簡單講說氣候議題已經大概從科學走到政治了 我們可以看到從100多個國家領袖參與這樣的會議 他本身已經在這個科學的基礎上 IPCC到第五次的這樣報告 來做出了很多的這樣的一個決議 那另外這個時候我09年 當時六年前整理的文章 當時其實在談我們在談所謂後京都的五大難題 簡單談一下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要來看這次的巴黎協議 那最後當然有些成果跟趨勢 以及最後當然今天我想中心辦這個議題 是希望大家對台灣 大家關心的這個 當然全球的議題 還有台灣這個接下來的政策發展應該怎麼處理 那整體來看 這個是我常常喜歡引用的是Richard Smalley 也是1996年的那時候他提出來 但是之前都沒有化學獎 那他提出來 他當時提出來說 這個未來五十年人類面臨的十大問題 然後後來我把它改了 把它變成21世紀面臨的十大問題 那甚至我後來把它改成是說 我們現在面對氣候變遷問題 其實他所糾葛的問題 雖然我們大家現在談氣候變遷 都在談減碳跟談能源 可是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出來 其實他事實上是不只這些議題的 他第一個剛剛跟能源有關 跟能源有關 這個我們開始問 第一個是跟能源有關 第二個當然就是跟水資源 水資源有關 那國內非常多 現在也開始很多關心 那另外這裡我們談的這個food 是指糧食 糧食安全 那這其實也是變成現在這裡面 非常關鍵的一個議題 不只說台灣現在談的食品安全 他跟糧食安全 事實上他不只在像2003年 曾經因為過度的 種植的這個生殖能源 造成的近代另外一次的糧荒 所以當時聯合國有提醒各國在 種植生殖能源這樣的替代能源的時候 不要忽略了這個糧食安全的這個部分 那環境議題當然就是非常關鍵 那另外跟貧窮也非常大的關係 在這一次 剛剛院長其實也提到 其實在各位如果去看協議的本文 這一次非常特別的 提到了2030年 我們接下來在聯合國 今年9月提出來的所謂 永續發展綱領 2030的SDG 就是永續發展的這個指標 以及他的這個相關的議程 所以貧窮是全球現在碰到 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而貧窮跟氣候變遷非常明顯 通常貧窮問題 或是貧窮的族群 通常是氣候變遷最發動的 最這個 脆弱的族群 那我們可以看到氣候變遷所引發的 這些恐怖主義或戰爭 其實有很多的學者 或是各類的報導都有談到 所謂氣候戰爭或等等 他們因為資源的掠奪 或是其他的議題 產生的問題 那跟公共衛生 的問題也是非常的破切 很關鍵 就是說在這邊可能是 事前 像最近在氣候的議題 都可能造成現在健康的影響 各位現在看很多戴口罩 但是如果他造成災害之後的復原等等 那也是另外一種的議題 另外一個 education 當然這也很重要 跟democracy就非常有趣 氣候變遷我們很多人在挑戰 就像剛剛院長提到 這樣一個全球治理的一個機制 以全國家為單位 這樣一個民主體制 還是你應該用全球的公民 來做這樣的一個努力 那這次其實 如果各位不知道 你們注意到 其實中興在今年6月 我們辦了一個 全球氣候與能源世界公民高峰會 全球有將近80個國家 1萬多的公民 那我們這裡也舉辦 在台灣 台北 台中 台南 號召了300位公民 我們現在就在創造一個 全球性的民主 跟這樣的公民 來針對氣候議題來做的挑戰 那我這次當然也受邀在 在公務院的這個 中邊會議上 也做了這樣的報告 那人口也是非常關鍵 Prepulation 那當然我們Prepulation 最早是馬爾薩斯他提出來了 但後來 現在有期馬爾薩斯 在針對這部分做討論 他也是一個在 換句話說 我們其實在面對氣候變異議題 不只是在談減碳 他其實在這些議題上 都相互的扣領 我想這個是在這一針 做一個開始 那另外我覺得 我們在談氣候治理的議題裡面 很大一個關鍵是 這也是為什麼這些事情 從1992年簽訂 到現在為什麼談了這麼多年 到21件 然後還是一直負擔難解 因為他牽涉的 我個人認為他有多主體 多層次跟多面向的特性 也就是說他的主體非常多 雖然我們在聯合國的談判 是以國家為主體 可是各位看到 有非常多的這種國際組織 像MBCC 世界銀行 或UNEP等等 這樣的各種組織 有在參與 另外有各類的NGO 那這幾年有非常多的地方政府 以及在這一次大會上 有非常多的企業 各位看到Bill Gates 在第一天 就號召了全球企業 開始要成立了 這樣一個能源的聯盟 那當然還有這些發展中國家的 一些團體的聯盟 我們可以看到 他形成一個非常多的 Actor 多主體的一個 一個議題 另外一個他是多層次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議題 也是非常難解除 剛剛提到在聯合國 這樣的一個超國家層次 那另外其實像 還有歐盟 類似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超國家的組織 那當然大部分看到 是以國家為主體的 這樣組織 國家為主體的層次 這幾年 或是說這次公約 我今天還會提到 那這也是非常多的倡議 讓地方政府 Cities and Subnational Authority 我們放進來 在公約他已經出現在 主要的行為者 除了National Original 跟City 都都放出來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有非常多層次的解決 現在也有很多人在倡議 在社區等等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他其實有非常多層次的一個議題 那這裡面 怎麼在不同層次間的議題的 連結跟合作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面向 另外一個 真的是多面向 他真的不只是在減碳 那在台灣很多議題 把他化約到在減碳 那我覺得 當然他是很關鍵 那減碳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在2007年 或是IPCC更早 就已經確定了 氣候邊界至少有四大影響 減量 調適 adaptation 或是技術 跟資金 那這個議題其實非常清楚 那後來其實在這幾年的發展 我們看到 他也是一個發展權的問題 他也是一個公平正義 而這公平正義不只在當代 事實上在這一次把 Intergenerational Apple的一些寫進去 也就是世代公平的問題 寫進前面 那Human Rights 還有很多 各類的議題都放進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議題是牽涉到多面向 他不只在我們現在看的 簡單的議題 那我覺得這也是這個 我們在思考這議題上 可以做一些討論 那換句話說氣候邊界已經從 整個氣候科學到氣候政治 那IPC在1980成立 發佈了五次的報告 都對這二十多年來的政治學上 產生很大的影響 那這一次其實的報告也基於在這一次 第五次的AR5的報告 其實有很多 當然剛剛越南提到是不夠 是不足 我們從那個 之前的這個confirm 我在這邊也看到幾個數據 非常非常 等於說他們一直用更強更強的 他們在AR3的時候 他是用likely It is likely human activity are causing or warming 他們到AR4的時候 用very likely 各位看到到AR5 還有extremely likely 如果你從345這三次 2001年2007年到2014年 這三次的報告 他們是越來越確認 從這樣的一個人類行為 到跟氣候變遷的這個相關性 那各位也看到 在溫度的升溫上 的這些統計也越來越嚴峻 那以及在這個所謂海平面上升 各種極端氣候 那以及這種氣候的這種異常現象 我們可以看到一次一次的報告 他用更強烈的這樣的語氣 那我想這也對 很多的這些政治呢 特別是各位注意到2007年08年的時候 小布希 他們其實一直在抗拒 但是後來也把他寫進來 本來各位看到在2007年的 巴黎島路線圖的時候 當時的美國談判代表 是連2度希都不願意寫進去 那時候其實在 在IPC報告已經發佈出來 他其實會放在來複注 然後複注也不願意寫數字 他說我們注意到了IPC的報告 就是任何的數字 所以各位很多人是提到說 對1.5度希對2度 其實並不滿意 但是可以看到對協商 如果一年來看 其實是有慢慢的進步 很多的進展 慢慢現在能提到2度 甚至這一次 把1.5度也當進長城目標 那我覺得 當然我知道他也很大的距離 對很多國家來講 還是很大的挑戰 但是就一個協商文本來看 這其實是不容易的 那這個圖間沒時間談 但是各位也看到20年來 其實有很多細部的進展 我們看到今天很多的報紙上 或媒體上都已經整理了很多的面向 包含長城目標 包含資金 包含調適 包含透明度 包含所謂Lost and Damage 障礙 損失與損害等等 那我們可以看到 每一項每一項 其實都不是一次突然冒出來 它其實都經過很多的討論 在不同的場合 那換句話說 我覺得是比較審慎的樂觀 雖然它是不足的 它是不完美的 但是如果這樣來看 其實還是非常純關鍵 那整體來看 我覺得 在之前談到這四項 這次又把所謂長城目標願景 願意放進來 那就是包含了1.5度 還有2度C的部分 這次談到非常多 所謂capacity building 能力建構的部分 那當然我等一下可以提到 這個有一些是妥協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 transparency 透明度的部分放進來 那透明度 其實它原來是叫做MRE 它所謂measurable, reportable, verifiable 也就是所謂 它對於氣候溫室器的減量 各國提出來的東西 美國政府希望是measurable 是可陽測 是要可生報 然後可測量 然後可驗證 可是中國一直抗拒 中國因為從 他認為從主權國家的觀點 這樣是侵害他的主權 中國一直抗拒 所以最後妥協出來 一個叫做透明度的一個方案 也就是說希望他們能 協助他們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有一些方案在這裡面 其實是有趣的一些爭議 那我現在是09年整理 我很快跳過去 當時我在談 哥本哈根之前寫了 我覺得那時候是因為 美國是不是能做一個比較強勢的引導 當時其實歐巴馬上來的時候 他其實是跟中國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所以看到後來他也因為這樣得到 諾貝爾人民獎 雖然頒獎頒得蠻早的 但是現在可以來看看他 我覺得這一次他真的是蠻努力的 第二個當時的難題是 所以工業化國家如何化解這個分歧的減量的責任 那因為各國的減探其實先是很複雜 他有他自然條件 然後發展程度 產業結構 國內的政經壓力 技術資金 還戰略的考量 剛剛院長今天也提到 像美國這一次其實 我如果說等一下可以來看 簡單的評估 美國這一次是贏了理直 那中國贏了面子 法國其實也是非常關鍵的一個力量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這一次其實在美國他所堅持的要點幾乎都行進裡面 雖然有些妥協 所以基本上這一次是完全在美國的這些很多的這些考量之下 定出來的東西 那還有很多裡面的不同的這些談判集團 都形成了很大的這些重量的壓力 那這個我想這邊先跳過去 那另外一個是第三 發展很多國家為什麼這一次會被一直納進來減量 因為基督醫療書只要求工業化國家 這是很大的一個差異 那這一次為什麼全球都納進來 但是當然大家很清楚他沒有辦法變成有拘束力的 因為如果有拘束力各國拿回去 他都很難去交代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全球也做了一個妥協 所以你在原來的文本裡面 幾乎看不到任何提到各國的這些目標 他不去抬 那在這裡保持了一個抬起 那這一次非常不容易 全球有將近180個國家 然後更新到最近大概180個國家 已經都提出來他們的 所謂的RNBC 那這個怎麼覺得說在一年以前 是沒有人可以想像這件事情 大家認為說沒有人會甩他 他提不出來 結果真的有180個國家 那委內瑞拉是在大會協議之前的前兩天 所以他才提出這個報告 如果各位有看他那個最後的討論的時候 那所以基本上連委內瑞拉在這裡其實一直抗拒的都最多提出來 那歡迎全球願意在這樣一個自願性的基礎上 考量各國自己的負責條件來一起來做 這其實來講還是一個不容易的 當然是所謂談所謂共同代表區別的責任 中國跟印度為首的國家還是繼續的堅持 那當然這裡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意涵 那這一次基本上沒有去改變 UNFCC公約在1990年簽的裡面的附件 所以他在裡面其實還是有 公會化國家的ANX-1跟NAS-1的差別 他只是在實際操作上不再去強調他 讓共同來做檢量 那當然當時還有第四個 對 資金是一個非常大的因素 事業各國要做檢量都要錢 需要技術 那發展中國家在做調適或各類的行為的時候 他們其實需要很多的協助 不管在能力建構上 所以他們很多提出來的INDC是有條件的 他們要做怎樣的檢量 是在公會化國家的資金或技術的支持下 才做為這樣的方案 那當時其實當然09年提出是叫科馬哈根企油基金 但後來在2012年1年後來成立的叫綠色企油基金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進展 資金一直是在企油基金上裡面 各國他們在願意是不是妥協的一個重要的關鍵 那最後就在談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框架 來把這些概念上都給放進來 其實在最後的一次文本裡面 在2012年德班 那一次是非常關鍵的一個討論 他們討論說我們是不是要成立一個 具有跟基督議定書一樣的議定書 它叫A Protocol 或是一個legal instrument 一個所謂有法律的一個政策工序 或是一個an agreed outcome with legal forces 就是具有一個法律位階的一個共同同意的一個 outcome 這次看起來是比較倾向在最後的 因為它不太可能成立 本來是不是很多人認為我們在有一個法國議定 巴黎議定書 但看起來兼顧了美國的這些現實的政治考量 當然不太可能 不過它透過彈性機制來保留了 泛中國家的泛老空間 在當時我這樣的一策 那整體來看我覺得這一次 如果要來詮釋這一次有哪些因素 當然可能還有很多的因素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美國 中國 還有法國這邊在這裡的領導人 他們的展現 各位可以看到在這裡 他們從去年就開始簽署了 這個美中的相關的這些討論 今年6月9月不停的 他們在很多的這樣的協商 那法國這一次我想這兩天媒體也報導 其實它非常細緻的在處理第二週的 這個談判文的這些出現 它成立一個叫Paris Committee 一個巴黎的這個 一個業務委會 那把它這邊來做分組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細緻的討論 那第二個我覺得這一次很大的因素 是INBC它在一年前就讓它提出來 那這個部分其實 讓化解的像在哥本哈根那時候是在現場 才來做這樣的減量的承諾 那樣的壓力 而且它這一次非常細緻的把 所有各國的總理是放在 或總統他是在開幕致詞 然後就叫他們回家 那它不是像哥本哈根是放在最後等簽字 各位想想看 如果你是有老闆在等簽字 然後你那個談判員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你們要談出什麼問題 可是這一次不是 他把這些政治領導跟政治角色在第一天都解決了 後面的談判他們的壓力其實就少很多 他們得到一個政治的方向決定怎麼簽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不同的氛圍細緻設計上 其實差很多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在這次法國的整個議程安排 是有很大的關鍵 那當然氣候資金還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關鍵 美國在這個部分 他最早是Hillary Clinton在2009年他當場宣布 他本來是要從2013年開始到2020年是每量給1000億美金 然後在2009到2012年他是給300億美金 其實問題這一直都沒做到 一直到最近的這一次他大概具體承諾大概 目前大概只有600多億 不過而且他還把目前承諾拉到2025年 不是2020年 不過這個部分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讓步 其實在這裡面 他本來一直希望把中國的部分拉進來 因為中國這幾年其實投了很多資金給他們的很多國家 但這部分都沒有納入這所謂的對發援和國家的資金 美國是一直在說服中國 是他們所做的對發援和國家的資金的援助 是不是也能算進這整套 那中國不願意 中國認為如果你把我算進去 某種程度也把我算成可能是工業化國家 或是未來會有更多的檢量責任 所以這個在氣候資金這裡面 這一次的bargain其實是在這裡面 其實非常非常的具體 最後當然中國退讓 他把它寫成文字 就是說他們願意在這個地方做努力 但是他不能算進去 最後我想剛剛這個法律彈性的這個設計 這個其實當然今天沒有辦法談 但是基本上我們把它切個兩塊 一個是關於目標或等等的地方 是沒有任何法律的屬立的 這個都只有彈性各國自己來做自己的這個約束 但是怎麼來做這整個的規範 他的機制設計 包含透明度 還有那些後續的一些 這五年的這些查核等等 他都把它寫進法律書 所以換句話說通過的是一個原則性的機制 還有一些做法 但是對於所謂大樓 都要大家看到的錢 沒有放進去 那這個當然很清楚的 他是為了美國 當然還有一些國家 他們為了回國 還要通過這個 國會通過程裡面 所做的一個非常這一次 非常特殊的一個彈性的設計 因為他不要重蹈進度議定書 進度議定書 1999、97年的時候 高爾在現場他也簽了 但是後來當然沒有 國會不會通過 那2011年小福西又撤簽 所以你看出來這個 這次大家希望不要再重蹈覆責 那整體來看我覺得 這一次有很多很多的意涵 對我們在思考這些議題 那第一個我覺得 本來也是重要的議題 但是後來也是沒放進去 因為太複雜了 也就是我們現在談的是 carbon pricing 這是大概這次在會議上 看到的最大關鍵值 前面兩個大概是最大五關鍵值 carbon pricing 那你可以翻成碳定價 或是碳有價 這樣的一個價格 這個時代來的 我們可以看到 大概歐盟從2005年 他們就開始了他們的碳市場 碳已經有價格 可是這還沒有形成全球的一個趨勢 不敢院長他提到的 也不敢用碳稅 或是其他的方式 但這一次我想非常清楚的 當世界各國都同步 雖然他不是一個 壞領 但是世界各國都同步 來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carbon pricing的時代 已經來臨 第二個我覺得這次看到 非常聽到 現場很多的討論 就是在談Energy 存體學 而且大家談的 已經不再說30百分比的戰爭能源 50百分比的戰爭能源 如果有戰爭能源 也有很多去現場的朋友 大家聽到的幾乎都是 百分之百的戰爭能源 何時實現 如果去觀察 你可以看到紀錄 所以這個能源轉型的大趨勢 看得出來 也就是說 最後議題這個部分的動能 可能要從能源轉型這個部分 來取得他的最大的動力 透過這裡面 而且這裡面也帶來了很多的商機跟機會 當然也有很多的挑戰 那我想這是很大的一個面向 另外我覺得在公約裡面 這是非常特別的 在很多角色的辦理上提到 所謂City and Sub-National Authority 這個是在2007年開始 有很多地方政府還有他們的倡議 這次已經寫進來了 而且公約在幾年前 像去年潘基文 然後在公約的民俗長 他們都在這裡認可 在未來一定讓城市跟地方政府 他們認為他們是第一線 全球人口 現在已經有60%住在都市裡面 到2030年可能是80%住在都市裡面 所以都市會變成一個 在解決這個問題 一個重要的一個智力的單元 那當然這邊也提到 化石蘭和蝴蝶 這個在台灣目前 還算是很新的議題 但是在全球集團體 已經都把這邊納進來了 那這也是我想在未來 它應該要變成台灣的一個 中華減碳的一個政策目標基 那一般來分析這個化石燃料補貼的改革 一般說它有幾種的優勢 有幾個優點 第一個是說它可以讓 這樣基本上你對化石燃料補貼 如果從政策補貼的角度來看 它是一個反向的一個 如果當你要移除化石燃料 你怎麼還補貼化石燃料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負向的 對今天大家要減碳的一個很負向的一個政策的人 所以世界各國覺得如果大家要談化石燃料 你不能一邊說我要把它移除 然後一邊又補貼它 你今天要讓化石燃料的它的真的價格還原 所以這個實際是一個非常重要 第二個如果這個省下的錢 補貼的錢是不是可以把它轉到 這個所謂再生能源能源效率 或其他跟這個其他有利於減碳的這些負貼 所以它變成有雙重效果 第三個它有財政的效果 很多國家認為這補貼已經變成非常大的錢了 台灣剛剛提到的這個IMF的2013年的報告 其實把台灣的電價補貼是在亞洲是前三年 所以福利上其實也注意到台灣在這個部分 我們在它也有助於台灣的 正前一直提到台灣的財政的改革 那這也應該列為重要的一塊 也放在減碳的策略 我覺得這次另外一個就是在這個氣候議題 跟整個永區發展的結合 剛剛剛剛提到的 它放在前沿 當然很多人不滿意 但是我覺得放進去就已經是不錯了 因為其實這些談判代表很多人都沒有想到這些東西 所以他們願意把這個東西放進來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進步 如果各位去看委內瑞拉的代表 他最後在講這一段 他是在笑的 他在笑 他說他好高興這個婦女的議題 終於可以放進來了 他努力了那麼久 所以可以看到 這一次我覺得在公約裡面其實很清楚的提到 聯合國剛剛9月通過的UNSDG 就是聯合國聯合國的目標 總共五十幾項 那這裡面其實放進來 然後他也列出了很多的agenda 那另外氣候正義 性別或是empowerment 怎麼樣的讓 負面這裡面的這個 empowerment的部分 人權 原住民 世代公民 親民 我想這個部分放進來其實是一個 在某程度相當的 可以說一個重要的進展 不敢說要進步 那你可以 因為他接下來要怎麼處理 都還有待繼續觀察 那最後我想對於台灣的這個部分 也是可能今天大家很關心的 極點的觀察 那基本上我想這個大的這個談判 我們看到其實我們是在氣候危機 還有能源安全 我覺得這也是台灣其實必須來思考 我們有百分之九的幾流進口 很多國家看到我們這個 都是覺得Energy Security 通道很大的問題 我們今天其實在面對一個低碳發展 低碳的一個革命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必須 了解自己的戰略的位置 那我覺得我們不只要一個減碳策略 我們現在看到我們需要有國家的氣候戰略 換句話說不能只包含減碳 我們剛剛看到的那麼多的行為者 那麼多的面向都應該把它放進來 那這裡面當然就引發了 我們現在看的我們的組織是不足的 我們現在看到我們的勞事是在國發會 我們的減碳是在黃寶署 那如果接下來有能源稅 他在財政部 所以完全是一個 但還有很多能源管理的法 是在能源局 所以你看到我們其實我們看不到 一個組織分散 然後立法分散的一個部分 我們看不出怎麼樣來面對這樣的挑戰 那當然當然的政策 以目前看起來我們只有這個INDC 那如果各位看到其他很多國家的進步的INDC 他是包含很多面向的 他是一個國家發展的一個策略圖 然後把減碳放進來 那現在我們只看到我們剛剛 剛剛老師有減 我們是多少減到多少 其實這看起來只是一個減碳的路線圖 我們看不到我們在量因應的 我們的國家社會的發展是怎麼樣 我們的經濟產業是怎麼去面對 所以那條線我覺得是太簡化了 我們看不出來 那當然立法我們今天也需要 當然今天環支部還沒成立 但這法案在協商 那之前當然我知道田委員很努力的 把能源跟氣候合在一起喔 但是還是很大的挑戰 各位可以看到 國際上很多組織 包括英國還有很多的 在部會成績 已經把氣候跟能源放在一起 因為他們知道這個是要 必須一起來處理的 如果你還只是 我們寫了一個14%的2030的目標 然後所有的能源目標 都還要去跟能源局協商 那這個遊戲也大概不用玩 所以我們沒有一個大的一個戰略 來處理這樣的一個議題 另外我覺得我們必須看到 地方政府的角色 這幾年台灣其實有 中央其實有支持很多地碳城市的處理 當然這一個起步 那各縣市當然這幾年 因為地方的選舉 那地方政府也需要有 比較好的這個表現 他們其實已經開始有 大概有一個戰略 這一次其實台灣去了四個地方政府 有四個副市長出席 台北市 新北 台北市的周立芳 新北的陳生賢 桃園的秋泰山 高雄的胡鴻王 有四個副市長 那這樣六七個城市 所以其實基本上台灣其實 這算是蠻積極的在地方政府 那我覺得這裡面 其實還有更大的角色 或許可以辦理 因為這個議題其實是第一線 只要市長 其實願意來開始 其實有很多的可能性 那這次其實 Blooper 美國那個紐約前前市長 他也號召了全球四百個市長 非常的驚人 我有參加那場會議 其實你可以看到那樣的動能是非常強的 高爾 然後那個 也要納多 而且每天都是在現場 都有做了很大的一個動能展示 那我覺得在最近在台灣 那這次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大的企業幕 這次台灣大陪媒體的報導 台達電 Gonoro 等等的 這些台灣的產業 其實在這邊做了很精采的表演 就是等於說他們透過展現在綠建築 或其他面向的企業 其實這次接下來我覺得在 當國家或全球的這樣的一個 Paris Agreement簽訂之後 師傅們的力量可能就要來 來開始 他給了師傅們應該很清楚的一個signal說 大的方向就在那裡 那我覺得師傅們的投資應該就會一些階項 不管是資金 這幾年的青年的餐 還有工具 還有財務 我覺得都是非常的關鍵 他們把這些進步性的議題 慢慢帶進這些談判的文本裡頭 如果沒有這些來帶動 我覺得在原來的談判不會有這些進步的想法 最後我也是呼應院長這邊提到 學術界我覺得應該可以更努力 這次我看到很多的攤位 很多學校 都有他們自己在那邊設的攤位 由學校來設立很多中心 然後來做這樣的 不管是教育或是實際的行動 剛剛提到 那我今天也看到像 Stanford MIT 他們都有校長聯名說 他們學校要做出一些大的企業戰略 那我覺得其實 或許我們現在的學術界也可以透過 怎麼樣跟 不管在國內自己做 或是因為國外的一些學術的合作 我覺得這都是 我們在未來在這個議題上 可以繼續努力的 好 好 實際的關係 我們都這樣你們的分享 謝謝大家